这一年头呢 新爸新妈们都不容易 因为一不小心呢 这个风头呢 就被自家的这个娃给抢了啊 无论你是这个影帝还是歌王 只要小宝贝一登场 存在感立刻归离 女儿夏天走红之后呢 杨爸爸夏克力呢 对此是非常的深有体会 我这个受伤也不知道 现在到什么程度 我其实医生跟我讲说 其实最好你开完道之后 躺在床上好好休息 所以拜托大家都不要跟我医生转 我现在在这里 虽说夏克力是带伤出席活动 但显然大家对于她女儿的关注度 远远大于这个病号 一身红色连衣裙 带着铜色皇冠 自从参加了亲子真人秀 夏天小公主就俘虏了万千观众的心 不过一上台 小公主就破了攻华身鬼马小精灵 时而转圈 时而又扮起了鬼脸 蹦蹦跳跳根本停不下来 不只是玩得嗨了 还是首次面对内地的媒体有些害羞 到了采访环节 台上活泼好动的夏天 立刻变得安静起来 全程握在爸爸的怀中不愿抬头 我看到她在后面玩来玩去的 然后到很多机子在的时候 她有点不舒服 所以我就让她走 我觉得她就是 威尔丁有做那个放了个音乐 然后就是她很开心地玩在舞台上 我也 人家可能会讲说 为什么没有跟她好好站在那边 她是个小孩 小孩子就是开心 乐 玩 开心 早在电视节目中 大家已经见识到了 杨爸爸夏克力和女儿相处非常有一套 比如她教育夏天 在和小弟弟小妹妹相处时 要懂得分享和关心 我问你好不好 是不是 好 好 就算是感冒发烧 也不吵不闹 坚持完成任务 小公主夏天 对谁都友善 礼貌 甜甜的笑 我问她说 你长大要做什么工作 她就说我要当公主 我就跟她讲说 好 我们公主做什么工作 她说我不知道 所以我们去网络 去找一些说公主做的事情 给她爱 却不宠溺 这就是杨爸爸夏克力的育儿心得 对于夏天的聪明可爱 夏克力从来都不吝啬赞美 妈妈是谁是不是 是 中文怎么说 妈妈的天 母亲 母亲姐 可是妈妈的天也很棒 当然了 你也别以为夏克力 把女儿教得这么好 就可以高枕无忧了 一朝小小年纪的夏天 已经吸引了不少小男生的注意 我在你的网址 好 我女儿 有很多男生喜欢她 我觉得OK 她这么小 她们都是小朋友 她们喜欢对方 这是好事情 如果不喜欢对方 就不好了 所以她们都喜欢对方 如果是我老婆 我喜欢别的男生 出品 不过当面对女儿的 狂热粉丝玄瑄的时候 夏克力还是有些戒备的 我去找姐姐 我去找姐姐耶 我去找姐姐 我要去找姐姐 我哥姐姐漂亮 由于这次无意中的吐槽 有网友指责 萱萱的家校有问题 面对这起风波 夏克力首次在采访中 做出成精 跟隐私空间有关了 男生不认识女生 不应该碰 不应该亲 萱萱跟Papi是好朋友 所以她们非常的近 全部的小朋友都是这样 Papi也会抱奴姨 也会抱康康 他们两个 他们就是一家人的感觉 新一乐在线上海采访报道